自从七夕那晚 见到西方 有一粒大大的流星 在天上跌下来之后 就过了几天 这一天 孔明和关文祥 他们正在谈谈 谈谈下 有人来报话关平 回来了 大家听过心都打过得 关平进来 把刘比的信呈上给孔明 孔明拆开一看 只见里面写着 本年七月初七日 旁军师被张任 在落逢波前 乱战射死 哎呀 孔明啊 放声大哭 所有的人 也都没过不哭 孔明抹干眼泪说 既然主公在浮水关 进退两难 我不去不行了 关文祥说 敏事你去了 那谁人阵守荆州呢 荆州非常重要 淡子极重 谁来镇守荆州呢 主公封信里面 虽然没有明讲 只我已经明白 主公的意思了 请各位看下主公的来信了 主公的信讲 将荆州托付给我 叫我量财任用 现在 主公派关平送信来 那他的意思 就是要 云祥公 担起这个重任 云祥 你总念在 桃园 结义之情 无必 揭力 保卫荆州 责任不轻 云祥公 要尽力 关文祥 一点都没有推辞 神色 尊重 答应下来 孔明就吩咐 举行宴会 要将大印 交给关文祥 孔明 高高地捧着 荆州大印 他跟关文祥说 荆州 就存在将军身上 大丈夫 既然担当重任 致死荒忧 咦 什么这么说的 孔明听见关文祥 说出死字 我心不高兴 本来就不想 将我大印交给他的了 但是说话 就已经说出口了 收不回了 孔明就问 倘若曹操 带兵来到 应该怎么做呢 全力抵抗 倘若曹操 孙权 一起起兵来 敢如之奈何 我分兵来抵抗他 关将军 如果这样 那 荆州就危险了 我有八个字 关将军你要记住他 那就可以守住荆州的了 请问军师 是哪八个字呢 北拦曹操 北拦曹操 和 孙权 军师的说话 我关某一定明刻于心 请将军 孔明他先撥一万精兵 交给张飞率领 叫他由大陆撒奔巴州 直达落城的西边 先到的就算他投攻 巴州就乃是一个郡 在四川来 郡城就在今日重庆市嘉宁江的北岸那边 孔明就撥一支兵马 由赵云率领做先锋 顺着长江而上 直达落城会合 孔明带来简雍 掌院他们跟着赵云后面走 当日 孔明率领一万五千兵马出发 张飞呢 也是在同一日出发 临行的时候 孔明就特别祝福张飞说 西村的英雄豪杰甚多 千万千万不要轻敌 一路行军要约束好士兵 不准他们努力百姓 否则就会失民心的了 另一方面又要爱惜士兵 不要动不动就鞭打扎拔他们 好了 希望和将军早日在洛城相会 张飞高高兴兴接受了孔明的意见 骑上乌醉马出发 他大兵一路前进 所到之处 凡是投降的 他都抽毫无反 他就跟着看穿大路 直到巴郡 这一日 探子回来报告他听 稳告将军 巴郡太手严顽 乃是西属凌疆 年纪虽然老 但是精力还未腾衰 他使一把大刀 射箭又好聂的 有万夫不当之勇的 现在他经手城池 吴树行旗 张将军 将被奔赴 离城十里 扎落营寨 派个人进去巴郡城 叫他对严顽说 如果早日投降 就全城百姓 个个平安 若果不投降 就踩平你巴郡城 男女老少 一个不留 现在讲严顽 当时严顽镇 镇守巴郡 他听闻刘章 就派法政去请 刘比入西村 他那时就长叹了 才说 这些正所谓 独座穷杀 仁虎自为 后来他又听说 刘比占领了 陪水关 生气得他不得了 几次想带兵去 跟刘比打过 就是防着这条路 会有敌兵来 就唯有忍住 一口气没去 当时他接到消息 说张飞带兵来到 就点起本部五六千人马 就准备迎敌 有人就向严顽 献计话 张飞他在当阳场 板波 大喝一声 就吓走了曹操百万大军 曹操听到 他的名字都要避开些 所以不能轻敌 严将军 最好就是加强防雨 坚守不出 那么他们的军队没有粮食了 不到一个月 自自然而就要撤退了 还有 张飞的为人 胜如烈火 动下就鞭打士兵了 我们如果不跟他交剪 他一定发脾气的 他一发脾气 就必定会虐待士兵 军心一变 到时我们趁势发起攻击 那就可以捉住张飞了 严顽是采纳了他的意见 命令所有的军事都上城加强守卫 这一天 城外有个兵大声叫开门 严顽见他只是一个人 就吩咐打开城门 放他进来 就问他什么事呢 这个兵哥呢 大抵是跟张飞跟得久了 言谈举动都刺足张飞 他说是张将军派来的 一开声就说老匹夫你听着 圆圆本本 张飞叫他怎么说就怎么说 哈哈 激到严顽胡骚都隔起 他说 岂有此理 张飞你的匹夫太过无礼 我严将军是投降奸责的人吗 我也不杀你了 借你个嘴回去 说给张飞听 严顽叫个卫士 将兵的耳朵鼻都割了 放他翻扯 那个兵仔 真可憐 整面都是血回去 见到张飞 哭着说给张飞听 严顽是怎样怎样 欲骂张将军你 那样 哭 扩骂了 张飞怒起上来 咬牙切齿 灯眉突眼 立即披挂上马 带着几百马军 就冲到八棍城下 揉打了 城上那番军事 七嘴八射就 瘟地咬 张飞又急 好几次冲到吊桥 就想冲过护城河了 但是每冲一次 都被城上的乱战 射到他走回头 从朝到晚 没有人出来 张飞又唯有 逼着整肚戏回迎 第二天一早 张飞又带兵去挑战 谁知被严顽 一箭射中他的头盔 城上那番军事 就拍手欢呼 大叫好事 怒到张飞 差点连牙都咬碎 他指着严银说 如果我捉住你的老鬼 我又要趁着吃你的肉 一直到夜晚 没得打 又唯有空手回迎 第三天 张飞又带着兵 沿着城地咬 这座八棍城 是一座山城 周围都是乱山 张飞又骑着马上山 居高临下 城外的情形 看得一清二楚 只见城外的军事 个个都穿着盔甲 排好队伍 隐蔽在里头 就是不出去打 又见到很多民俘 来来往往 搬砖运石 就帮助军队守城 张飞观察了一轮 就吩咐马军落马 步兵坐得休息 就引炎岩出来打 毫无动静 不静 这样又骂了一天 舍了一口水 依旧空手回迎 将飞回到刑寨 他想了 从朝到暗 这样去骂战 他肯是不出来 你咬他 有了 张飞猛然间想着 他就吩咐 军事就不用去挑战 总之装束好 作好准备 在宅里面待命就是了 然后他只是叫了 三几十个军事 去城下叫骂 想用这样的办法 引炎岩出来 就和他撕杀 张飞他在营内 磨拳策掌 一尾等着敌军来 那帮兵仔 连去这样 去骂了三天 都毫无效果 城内总之 没有过人出来 张飞眉头一皱 他又想到一条路 他命令军事 不要去挑战 就要他们分散上山 四围禁去斩柴割草 探听一下道路 严岩在城内 咦 咦 这么多日都不见张飞有什么动静 心就很思义 派了十几个兵仔 就扮成张飞派出来 斩柴军事 这样的样子 就静静出了城 夹杂在张飞的军事里头 就跟着来探听消息 当日 军事斩柴割草 就回到刑寨 张飞在帐篷里面坐在树 摊着脚 咬嚴硬啊 你这个老匹夫 你被你击死我 击死我 有三四个军事对张飞说 张军啊张军 你不用这么激气的 这几日 我们探听到有一条小路 可以兜过巴郡城的 啊 哎呀 有条这样的路 为什么不早点来跟我说啊 张军啊 是这几日才探听到的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今晚二家煮饭 趁着三家时分好与食 不债喜恒 人陷回 马扎令 行动要秘密 我亲自在前面开路 你们就依着痴脊 跟着行啊 快点传令下去 得令 那么严颜派出来 刺探情况的兵仔 听过这个消息 嘿嘿 全部都偷偷地 带回到城 就报给严颜知了 哦 严颜高兴了 他说 哈哈 我看白你这个匹夫 忍不住的了 哼 你想偷偷地 运小路兜过去 那么你的粮草 之中就必定在后头的 我折着你的后路 看你张飞 看你张飞 怎么过得去 张飞呀张飞 你这个蠢 那财 严颜的军队 个个都饱餐一顿 装束好 静超超地出了城 在山上小路两边埋伏好 就是等鼓响了 严颜自己呢 就带着十几个副将 上了山下了马 在树林里面 在树林里面隐蔽好 若我过了三间 远远望见张飞 亲自在前面带队 横茅 中马 静超超地 带兵前进 等他们过了三四里 那么上下了 后面的混粮车 人马就陆陆 续续来到了 严颜看清楚了 下令雷鼓 鼓声响 四围的伏兵 一起撒出去 正在想去 抢夺车 车的时候 后面 一声 响 一飞 军马就掩杀过来 有人大喝一声 老賊 你别走 我等到你了 严颜回头一看 哇 只见围守一元 大将 炮头还眼 阔下爬老虎骚 洗一支 脚八蛇毛 骑一匹 乌追战马 嘿 张飞来了 当时四面 旁旁声 罗声震天 汉军冲杀过来 严颜突然 见到张飞 就一时之间 搞到手足无措 所以打了不到十个回合 张飞卖过破绽 严颜一刀斩过去 就被张飞闪开 跟着撞过去 一手握住严颜的腰带 出来 生琴活足 把他扔掉 扔了在地上 汉军冲突然一涌上前 你这个拉手 那个脚 用麻将一磅 将严颜 整个扎 这么扎 咦 先头你不是说张飞走了过去的吗 为什么现在又有个张飞在后面冲杀出来的 原来先头过去的那个是假张飞来 张三爷 他想着严颜一定是打鼓做讯号的 所以他就吩咐用打鼓来做讯号 啰声一响 全军就一起冲到来 这样出其不意 打到村兵 整大半都放下武器投降了 那么张飞杀到去巴郡城下 后军就已经入了城先 张飞下令 不准伤害百姓 同时就出绑安民 张飞入到衙门 坐在大厅上面 刀斧手就拉严颜来到 严颜又不肯下跪 张飞六大雙眼 大声地喊他说 大张来到 为什么不投降 还要抵抗这么大胆 严颜一点都不怕 骂回张飞转头 你们毫无蠢意 侵犯我西村的州郡 你还好说 我说你听 只有断头将军 绝无投降将军的 刀斧手 走 拉老贼出去斩了他 要斩头就斩 用什么这么恶 张飞见严颜声音红壮 面不改色 他不单止不生 反而欢喜上来 他马上走到台阶 亲手和严颜松绑 拿件衣服来和严颜穿好 扶严颜上来大厅 高高坐在正中间 然后自己低头下拜 岩先言语 没犯 陈将军 不要见怪 我早就知道 陆将军是个英雄 严颜颜上来 严颜被张飞这种 这么诚恳的态度所感动 于是就投降 张飞很高兴啊 就摆走来款待严颜 又请教他 怎样才可以顺利地进入西村呢 严颜颜 我这个败君之将 承蒙你大恩大德 我没什么好报答了 我愿效犬马之路 不用将将军你一攻一战 就可以直取成都 我 请严将军你说 由这里一直到洛城 所有的关系 都是属于老夫管车的 所有军队 都在我掌握之中 请将军你派我做先锋 所到之处 等我叫他们出来投降就行了 哎呀呀呀 多谢老胡将军 高兴到张飞不得了 于是严颜呢 就做前步先锋 张飞是带边跟尾 真的哦 所到的地方啊 全部都是属严颜管的 都叫他们出来投降 你说有谁稍微犹豫一下 严颜就说了 我尝且投降了 何况你呢 于是犹豫的呢 也都投降了 是真是一路之上 忘风归顺 一场仗都不用打到 话说孔明 他已经将大军起程的日期 就报告了给刘彼听 说他听各路兵马 都在洛城汇斯 刘彼就跟大家商量话了 孔明和易德 现在分作两路来夺取西村 准备在洛城汇斯 然后一起去进攻成都 他们水陆周居 已经在七月二十日起程 这个时候都快到了 我们现在进兵就对了 黄中说了 将人 天天都来挑战 见我们都不出去认战 所以 他们都松懈了 不作准备了 主公 我们不如在今晚分兵纪录去劫债 就好过日头和他们打 那好啊 刘彼接受了黄中这个建议 就命令黄中带兵打左路 毅然就带兵打右路 刘彼自己打中路 当晚宜坚 三路军马就一起出击 张任果然是没有到准备 汉军窩窩地冲进去大宅 放起火泥 烧到整边天都红了 那些属兵的弟弟 刘彼得摸四散奔走 张任就带着残兵败出 拼命逃跑回去洛城 城内就接应了他们进去 刘彼收了兵 在中路安好营 翌日 率领兵马直逼洛城 摆开队伍 包围着洛城就猛攻 张任沉住气 按兵不动 几带都不出来 攻到第四日 刘彼自己是第一支军队攻打西门 命令皇中 毅然攻打东门 南门和北门就不去打了 你属兵要走就走 留定两个门放你走 原来南门一带都是山路 北门有浮水 所以就不为他 你以为刘彼真的笨伯吗 张任就望见刘彼在西门 骑着马跑来跑来跑去指挥攻城 由神时到魅时 就是由上五七点几钟到下五一点几钟 那些人马漸漸没力了 好打你 张任人叫吴兰 雷同带兵由北门出去 转过去东门 就向皇中毅然展开进攻 自己呢 就带兵由南门出去 转过去西门打楼比 城内呢 就派了所有的民兵上城 雷鼓作威 现在讲的是刘彼 他攻了一日城 眼看着红日平西 今日又没战过了 就命令后军先退 这些军事刚刚杉后转 城上就冲啊 那样立喊起来 南门一开 一飙军马突然冲出来 一转弯就跑向西门 张任直不撞入大军之中 来捉刘彼 被他冲 汉军就立刻乱了大龙 黄中毅然呢 又被吴兰雷同就战到实 那两头都不能够互相照应 刘彼就不是张任敌手的 打得两打 拨转马头就向着山路逃跑 张任不放过你了 快马加鞭在后面追到实 眼看着就来追到了 刘彼已经跑到吸气了 忽然间前面的山路有个标军马冲出来 刘彼就猛地叫呼啦 死啦死啦 前有伏兵 后有追兵 整定我没命的了 静眼一看 哈哈 不止不用怕 直情高兴 为什麽呢 原来来这支军队 当头一圆大将 乃是张飞 因为张飞和盐颜 正在由那条路来着 他们看见沙尘滚滚 知道是和村兵打仗了 张飞立刻加快速度 带边赶来 见到刘彼这么危险 他就大喝一声 大哥你不用怕 少帝来啦 救了刘彼 撞着张任 张八蛇猫一挺 就打起来 打了十几个回合 严颜在背后 亦率领兵马赶到来了 张任一看 别搞了 火急回头 张飞一直追到城下 张任退回入城 就扯起了吊桥 张飞收兵就翻转头 拜见刘彼 他说 军师他们是沿着长江来的 他们都没到 反而被我夺了头功了 刘彼说 对了 山路崎嶽 为什么又没有军队阻挡你们 被你们长驱直进 还来到这一处先呢 一路有四五十个关矮 但是不费吹灰之力就通过了 你们都是奴将严颜的功劳啊 于是张飞就将意识严颜的事情 由头到尾 说了给刘彼听 同时呢 介绍严颜和刘彼相见 刘彼很多谢严颜说 如果不是老将军 我弟弟怎么能够来得到这里啊 说完 就除了身上着紧的黄金锁指甲 送给严颜 严颜当然是很多谢了 刘彼正在吩咐 摆走来兴贺 这个时候探子来报告说 黄中毅然 和村军吴难雷同交锋 城内吴义 刘彼就带兵来助展 两下夹工 我军顶不住啊 黄毅两位将军打败了 就向着东面撤退了 张碧听了就请刘彼分兵两路去救他们 于是张碧在左 刘彼在右就杀过去 吴义刘归听见后面哭杀连天 放忙退回入城 吴难雷同乌乱乱 一味大兵猛追黄中毅然 谁知就被刘彼将军折住退路 来个兜督将军 黄中毅然就回马反攻 稍时间 由优势变成劣势 吴难雷同打不过了 就唯有乖乖地 带着全部兵马投降 刘彼就接受了他们投降之后 就收兵迫近落城 扎好刑寨 张碧见损失了两元战长 好心忧啦 吴义刘归就说了 现在军情认真危急 不和刘彼决一死战 碰得他们退兵呢 我们还是一边派人去成都 向主公告急 一边想条路来打他才行 张碧说了 这样啦 明天我带一队人马去挑战 炸地打输 引敌军追去城北 城内就再用一支军队冲出来 从中间截断他 这样就一定可以打赢他们 吴义说了 刘彼军协助公子守城 我带兵冲出去作战 这样就商量好战术啦 第一 张任带领几千人马 遥其立行出城挑战 你出城来打就对啦 张碧立即上马出去迎战 一句说话都不说 请起象八蛇矛就和张任交锋 打了十几个回合 张任就诈输了 顺着城边就跑 张碧就出力猛地追 那就中计啦 吴义突然在城内冲出来 截着张飞 张任就带兵回转头 立刻就围实张飞在当中来了 张飞没辅了 正如打得非常吃力的时候 突然有一队军队 由江边杀过来 当先一员大将 停枪约马和吴义交锋 一个回合就三禽吴义了 杀掉了村兵 救了张飞出重围 哪个这么好打啊 上山赵子龙啊 张飞就问他 军事呢 是哪个啊 军事已经来了 看来 现在都怕跟主公见面了 那两个人高高兴兴 捉住吴义就收兵回营了